欢迎各位学员来到 庆祝学院园林景观植物世界公开课 我是艾莉老师 今天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我们来认一认植物的形态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学的这个植物的形态 有什么用 用在哪一个方面 对于谁来说是有用的 用的要注意的点是什么 好看一下我们的课程目录 首先我们上一次的课就讲了 我们从南到北 一天我们游玩了中国 还记得我们讲的内容吗 还没有看我们的课程的 可以回去看 应该是上上节 我们讲了中国区域的植物的特色 去看一下回放 我们今天也会回顾一下 看看大家对这个知识点 还能不能想起来 因为这个对我们立面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 回顾一下啊 我们的植物的分贝是不是按地域来的 是按传统的华中 就是正在中部的位置 然后华东在东部的位置 西南的位置 我们是这样子来的吗 植物的分贝 植被的分布 是按这样子来的吗 是也不是 它其实更多的是按气候 而不是它的地理位置 我举个例子来说 其实中部地区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亚热带阔叶林区 它其实是包含了 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 华东 华中 西南地方的 这几个区域 它的特色是很类似的 就是层次非常的丰富 南北通池 这是我老师个人最喜欢的 中部 南北风情它都有 红叶也可以看得到 新进来的 新参加我们这个直播课的 加我们的这个群 每次我们的录屏完成之后会上传 然后及时的通知大家 包括我们每次讲完课之后 会给大家送一些礼包 包括一些学习的资料 一些软件的应用 图片 各种东西都会在这给大家发 发完之后我们都会 at大家 所以注意加入我们的这个群 都是干货 不会让你们白加 肯定都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这个区域的分布 大家心里面要有这样子的一种印象 当他提到某一个区域的时候 你就能反 就反应过来 说这个区域的特色是什么 你不要就是 人家提到一个什么沈阳 假设好沈阳这个地方的时候 给你一个庭院 你做庭院 你大片大片的给他做的地背 都是满的 这合理吗 就不合理 因为你做不到啊 对吧 你得跟他的地域特色 充分的结合 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说的主要的内容 大家回去看回放 如果还没掌握的话 然后呢 我们总结出来 在这种气候条件之下 它植物的特点是什么 植物的特点有什么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 华南区很多棕榈 而且品种非常的丰富 那是相比呢 中部地区呢 它有 但是不多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注意 如果说甲方 你的客户一定要求 要用棕榈科植物的时候 放在什么位置 放在重点的位置 这样子的话 你的人力物力 跟养护的能力都能跟得上 但是你不要 整个大区一起撒 这样子的话 可能后期你的养护 水平更不上 或者说它成活率不高 就会大大影响 你的景观效果了 所以放在重点的位置 因为它不多嘛 而且它确实是难寒度 没有其他本土的植物那么高 毕竟是引进的外来的植物 华南地区呢 它大部分是长绿的 哪怕是你冬天 一二月份过来的时候 你看到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绿色的 它特点就是 太绿了 不够花 希望它更花一点 中部地区呢 长绿落叶一半一半 然后呢 有很多开花的小桥 非常的丰富 花南地区 开花的植物 主要为落叶植物 但是有大桥 也有小桥 一部分 现在呢 正在开花的 可能是有木棉啊 有枫林木啊 还有羊体甲啊 这种哈 都有 然后中部地区呢 灌木地贝 非常的丰富 花茎 这个我特别列一下 特别出色 因为花茎在南方啊 在特别南方的地方 广东这边 海南那边 它其实是受限于那种热的环境的 就过热 它反而会生长不好 养护不好 或者说你频繁的更换 这样子的话 可能很多甲方没办法承受 说这种更换的频率 太费钱 对吧 然后南方的 它很多这种叶片大长的植物 这个也是一种特色 所以当你画立面图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的特点 有很多这种 对吧 但是如果你换到 华中或华北的地方去的时候 你能这么画吗 不能这么画呀 因为它找不到 或者说你只能局部点缀 或者说展示去局部的使用 热带过来的植物 但是一旦展示完了之后呢 后期你是要换掉的 因为没办法长期的生长 有没有办法陆地的过冬 这华南跟中部 大家对比着来学 好吗 华北 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到了 只有少部分是长绿 长绿的植物了 只有少部分 然后还增加了一些 真叶植物 松柏 是最典型的 但是不要多 民众的接受能力还是比较有限 就不要太多 不然看起来可能会有点太严肃 然后呢 地背的层次比较少 到了冬天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防寒 是 真的是每一片灌木 每一片地背都要给打上那种磨的 所以工程量非常的大 然后很多植物呢 都是细叶为主 就是那种质感 它是这种细腻的 它不是那种粗放的 就是大热带的那种地方 非常粗放 非常野的那种感觉 就不一样 感觉就已经开始不一样了 到了东北和西北 西北典型的就是干旱嘛 它能不能出现那么多大叶子的植物 也不可能 干旱 少雨 它呢 也是长绿的针叶 看到哈 针叶 长绿的阔叶有没有啊 有见过吗 可能有 但我还没发现 你说这种鱼针啊 或者是那种 广玉兰啊 能不能在西北那地方 生长呀 没见过 我没见过 也可能会有 可能我 我的室也比较窄 可以是吧 西北的地方 广玉兰可以吗 可以 但是长不好是吧 所以它也是有 可能小环境 就是有一些已经比较成熟了 它已经成活的情况下 它可能是可以生长的哈 但是如果是刚刚刚种下去的 又刚好遇到冬天 这个时候的成活率 可能就会有影响 但是总之就是受影响嘛 对吧 非常的受影响 然后它的地背的层次非常少 品种可能就几个 是可以大规模的应用的 而且还有一个规律哦 我们看到南方的地背 种起来的时候 你们见过它的地背 长啥样吗 就是一个带苗 或容器苗 起出来的时候 它里面带一个土球 里面呢 它是很多分支 特别饱满的一株 地背 叶子都是比较满的 它种下去 它就已经很有贯服的了 但是呢 如果是北方的呢 它极有可能啊 一个杆 带着一些根 一些叶子就往上种了 是这样子的吗 有人干过干过工地吗 所以它的种植的密度 是要加 加大非常多 才能达到那种开盘的效果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是南方 它会以这种成品 非常成品的苗 来种 但是呢 往往北方 它的灌服是有限的 可能就要加密 尤其是开盘地区 本来它种25株 就可以达到效果的 可能在北方的地区 可能要达到 例如说 36 49 这种密度 才能达到那种 不露土的 种植的效果 东北 榛叶 长绿的就只有榛叶了 还有一些落叶的 荷叶植物 开花小桥 果树小桥也很多 为什么北方那么多 果树 也是这种原因 它们的温差带 长得那种 营养的积累 还有那种糖分的积累 是很多的 然后呢 灌木地被的层次都非常少 这就是我们所学的 我们接受到的这种 因为地域的特色 而形成的植物的特点 那我们就把它应用到 我们的项目上面来 好吗 我们看一看 它这种平面的表达上面 它立面究竟有没有区别 有一些同学的 学校的课程里面 课程体系 可能会有植物学 植物学就会有这样子的一门课 它告诉你 我们的植物类型 大概有这么些 不同的形状 圆柱形 圆形 中形 垂直形 各种形态都有 然后呢 它对应的植物又有哪一些 这种课是有的 但是有一些专业的同学是没有的 环艺啊 这种应该就是不会学的那么细 圆艺圆灵 应该都是有这门课的 所以我们可能对这方面比较了解 树木学 都是嘛 都是属于植物类的嘛 就会有所侧重 学的东西会有所侧重 树木学 对 是 所以学了的同学呢 对这种概念就会比较强化 它表达起立面的时候 其实是得心应手的 但是如果是没有学的情况下 我们有时候就反应不过来说 这地方我们要用什么样的 类型的植物 什么形状 可能心里就会比较懵 所以有必要补一下这种知识啊 植物的基础知识 是要学的 要记得 因为它跟你的平面的表达 跟你的立面表达 是息息相关的 是紧密 这种关系是很紧密的 有印象是吧 那就太好了 好好学好吗 对你后面的立面的表达 你空间的表达 是很有用的 这里有张图 应该是我从那个 北京的一号院那里 接过来的 那个设计师 他们所用的植物 他把它罗列起来 其实大家要有意识的 去做这种收集的工作 为什么呢 这很好用啊 你如果一个项目的话 你知道它有 什么样子的植物的高度的时候 那你就直接把它拉过去 用就好了 而且它用高度 都是跟实际的 结合的 我自己也会去收集 各种植物的平面立面 尤其是 有时候我们需要表达一些 立面的时候 我是有意识的去收集的 有手绘的效果 也有实际的树木的效果 因为你在不同的阶段 表达出来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在方案的阶段 我可能就会用那种 手绘的风格 它比较简单 而且也不会抢 不会喧兵夺主 抢了方案的那边 那边的一些东西 因为植物本身 它是比较花的 所以我会在后面 例如说DD1的时候 我会用一些更详细的 实际的立面效果去表达 但是在前面的方案阶段 我可能会用更简单的 这是一种个人习惯 大家可以参考好吗 这方案阶段 我会用简单一点的图列 到后面的话 可能就会用真实一点的图列 以便慢慢的 逐渐的出现一种实际的效果 素材可以分 我们今天上完课的话 给大家送的礼包 就是立面 直接给大家送 这是我自己总结的 不是说从网上哪里 直接下载下来给大家用的 我自己总结的 我给大家送好吗 但是你们自己要做这个工作 不能就是 因为你拿来的东西 你不知道它怎么用 但是如果你做了 这个收集的工作 统计的工作 你心里是有底的 你知道说 这个东西我做过 它在哪里 你做实际的图纸的时候 你马上就可以领出来了 这个图 我们上节课讲平面的时候 有讲过对不对 大家猜一下 这张平面图 你凭这个直 就是直观的 直接的这种感觉 你觉得它应该出现在哪个区域 就中国的哪个区域 可以赶紧地在投论区刷起来好吗 思考思考 海南 小阿兴 大部分还是可以说的对 华南的特色还记得吗 它就是热带呀 热带有什么 大花 大叶 长叶 通通都有 但是这里呢 其实更多的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做这种方案的时候 也是要呈现给甲方一种感觉 就是那种枝干的特色 它中间有特别多的细节 大家发现吗 基本上每一棵树都有 这种情况下的话 华南的植物一般来说都是会被那个叶子挡住的 它不会呈现那么多的枝干 所以呢 也不是说一定绝对哈 我只是表达一个直观的观念 就是甲方看起来可能就会觉得偏北一点 中 北部 华中 已经华北 那在华中跟华 华北之间 我们再来分哈 你看这个地背 这个地背多不多 棺木多不多 非常多 到处都是 基本上每一层它都有地背 那如果在北一点呢 它想做的那么丰富 其实是有难度的哈 尤其是在大区里面 如果展示区的话 我们是集中人力物力去做嘛 但是在大区 交楼区 如果想要做的那么密 它的投入是非常大的 不会有那么多的公司 有那么大的财力的支撑 也没必要 对吧 太密了 很多 所以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分出来 其实它是在中部 对吧 这就是我们平面给人呈现的一种直观的印象 假如 因为每一个方案 它其实立面的表达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人说直接平一个立面 就可以完整的表达 你自己的想法 肯定是要有立面的支撑 有人做个立面吗 当你做立面的时候 你要考虑什么因素 好 在讨论区刷起来 你做立面 你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你会考虑什么 空间 地形 高低错落 层次 如果把大家的结合起来 基本上就说到了 灵贯线啊 对 形态 比例 都有 都有 那 究竟在什么空间 用什么设计原理呢 如果我们想表达华南地球 我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得给它做的那么密啊 有没有必要 它其实是根据需要来的 对不对 就是你这个空间需要 我就给它做密 你这个空间不需要 我就给它做开 或者做一些覆盖空间 不一样 所以我们来看哈 看这个的立面 画成什么样子 它合不合理 因为呢 我们要表达我们的高差关系 我们的空间关系 从平面图上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这里有 一二 两个台阶 两个那个挡土墙 对吧 下面还有路 上面还有路 这种关系 你看这边还有那么多台阶 所以就表示 它肯定是有一种高差关系 这种高差关系 如果不用剖面 立面来表达 你是表达不清楚的 你平面图上 是没有办法感知的 你不能说 让客户自己去想象 是吧 那这样就表示 你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原作者 给的立面图 其实也是符合 刚才我们所说的 那种地域的特色 它有一些这种 尖顶的 真叶的 这样子的植物 还有一些阔叶的 那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空间合不合理 它刚才呢 是这么剖的 AA 看一下哈 从上面的路 到第一级 然后有一个挡土墙 到第二级 有个挡土墙 下来 到下面的路 然后呢 往这个 东边看 看到了这个亭子 对吧 看到这个景观亭 然后往下走 还有另外一层 然后这下面 又有一条路 这边也是有个挡土墙 挡土墙 Retaining wall 又学了一个单词 Good 好 分析一下 这张图 给的合不合理 它的视线关系 究竟舒不舒服 如果你是一个使用者 你在这个亭子 或者在路 两侧的路 行走的时候 你所看到的景观 感受到的景观 是不是你想要的 密 没有书 没有密 太满了嘛 对不对 很简单 第一个 太满了 还有什么 太堵 其实跟那个密 也是一样的 尤其是人 所处的位置 亭子这边要留白 往左边留白 还是往右边留白 如果是你 你想往哪边留白 左边留白 说的有道理 亭子里面的视线 你会感觉 好堵 好压抑 另外一个 你把这种 尖顶的压在这旁边 其实真的是会很不舒服的 你会觉得很压抑 透不过气 一堵绿墙 说的都非常好 那我们要怎么来改呢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这个空间关系 给大家处理了一张图 这张图呢 是把后面的秘密的 这个组团给通透了 我们先从左边说起 假如这里有一个人 在这边 你会希望这么一大片绿地 通通都挡起来吗 如果挡起来了 假如它真的这么重 那后面这里的植物 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没意义 就是你既花了钱 你又得不到应有的效果 你没有展示给别人看 对不对 你是个雷锋 你也写封日记啊 但是这里你就通通都 种满了 但是呢 用不上 别人看不到也用不上 所以就浪费了嘛 你投入的钱 没有发挥到应有的效果 好 它呢 这里形成一个遮挡区是有必要的 但是有没有必要一直怼到亭子边 没有必要 那我们怎么把它缩小呢 那前面对于左边的人来说 他其实这里的视线遮挡是没有必要的 不需要 这里呢 就有两种处理的方式 最省钱的方法 当然是就是一片草坪 或者局部有一些地背 自然状也可以 一些自然 那个规则状也可以 那我上面是不是可以种 自然种植 或者说规则种植 这个根据你整个大区的那个风格来 我是不是可以种一些花 形成片花林 它开花的时候 不管是从高处看 还是从远处看 还是从近处看 都可以看得到的呀 这人可以看到一个罐 这些人可以看到这些花 这是不是也很好 树林草地也没有问题 反正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呢 就是要它有一个空间的对比 它这里是应该做空的 蜜呢 从亭子里面的视线来说 这里的植物最好离它有一定的距离 你可以点缀 但是点缀呢 你是去修饰这个亭子的角 而且这个不需要那么高 对吧 你跟它应该是协调的 但是下面的视线应该是通透的 我们堵 我们堵到这边来 它可以有一些这种 尖塔形的植物 有一些球 然后呢 还可以建种一些大桥 做一些那种天际线的变化 但是里面呢 可以做这种真摆 松摆类的搭配啊 跟一些球 好了 它就遮住了 人的视线的范围 其实看什么呢 这个地方看细节吗 因为你 它距离那么近 距离近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应该有一个角度的 就是如果你这里的距离 是1的话 你看到的距离 这个面 看到的细节是最多的 就是人的视线 你看这里的这个范围的时候 这看到的细节是最多的 而且能够看得到顶 所以呢 我们没有必要压得那么厚 就退厚一点点 往后退 把前面的视线给空出来 像现在这样子处理的话 我的视线就已经空出来了 能够感受得到吗 人其实是可以这样子看的 左边这个组团呢 让我可以想得到 某一种配置 我给大家看一看图片 这个图片是一个香港项目 因为那边的话 它对这种尖塔状的植物 其实没什么忌讳 它是大量的用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这个是 Yoho Park里面的一个项目 之前去考察过 它呢就是利用这种高耸的植物 以及灌木 非常多的灌木 它厚度不会很厚 但是它发挥了它应有的效果 这种出来就很好看 是不错的 这种就适合用在我们这个空间 就不需要那么厚 就薄薄的一层 它就有达到的效果在了 把花钱花在刀刃上 前面靠近亭子 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或者说你一个亭子四周 你就点一颗就好了 你在左边点 右边点都没有问题 也可以在下面做 然后视线的右边 我们应该把组团把视线挡在哪里 因为对于公共区的步行系统来说 它跟亭子之间是应该要有一个阻隔的 这个阻隔应该放在哪里 靠左边还是靠右边 如果是你 你会靠哪一边 做这个组团 遮起来这个公共区 跟这个半私密区的视线 你会怎么考虑 左右左右 左左右右 都有 大家考虑的因素是什么呢 你会出于什么因素 把它放在左边 或者放在右边呢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右边 I agree 我同意放在右边 为什么呢 路 这种路的功能是什么 功能不就是为了走吗 它走的话 它会一直留在那 看看那个吗 看景观吗 不会 它走完 你走过去就完了 它不会停下来上景 所以的话 把视线 留给里面 停留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要做这种 赌视线的一个组团的话 我是会考虑把它做在右边 它的隔离是有必要的哈 因为公共区域跟这个半私密的区域还是应该把它分开分隔开 这样子 右边呢可以做做成是行道术的模式也可以是做成这样子因为它必须是小区是人形系统嘛 人形系统的人走的比较慢你可以做丰富一点有变化多一点也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样子的话它就会比较舒服你的前景的地方还是一样可以加树加在亭子的周边 这没问题 但是视线是通透的 因为你瞧目不挡视线 挡视线的是那种 你到2米5这个空间的范围内哈 嗯 所以大部分的人还是可以答的对 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 所以当你下次考虑这些空间的时候 你的立面出来是经得起推敲的 人家问你为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答出一个理所当然来好吗 要知道这种内在的 内在的本质的意义 不能乱猜哈 它肯定是有道理的嘛 啊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右侧的话 它其实这棵行道树 这棵有看到吗 它其实画的是太矮了 正常来说 如果是作为行道树 它支架高都要2米到2米5 方便人通行吗 要不然的话那个叶子压下来 就不舒服了 所以它支架高一定是在2米或2米5以上的 所以它应该是拉高的这个位置 明白吗 2米到2米5的支架高 不要挡住人行走啊 这样子的话 它观景也是可以的 而且它主要是功能上 它发挥了它应有的功能 它不会挡住你人在下面通行 所以现在我们把它弄清楚之后 这个图是不是清爽很多 有没有变好啊 它的关系更清楚了 更舒服了 也不会挤也不会堵 所以这样子的一张立面图 它做出来就是舒服的呀 剩下的就是什么 剩下的就是你选合适的素材 然后呢 选择合适的颜色 让它协调 但是空间上 它这样子做肯定是舒服了 所以做立面图不是随便做的 我其实看到有很多了 非常多的立面图 它给我看的时候 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参考意义 也就是把说 把那种说 这个是绿化 所以它堆了一个绿化上去 就没有去仔细推交这个空间 对于后面的植物设计师 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它没有多少设计的理念在嘛 没有在想 偷懒 这就是偷懒 我们不要做偷懒的人哈 你画出来的每一张图 如果它没有意义的话 那你应有的价值就没有发挥出来啊 最左边的大桥是保留 对对对保留啊 行到树啊 嗯 没有问题 那个我不会去嫌弃它任何的东西啊 所以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根据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个立面图 它要跟应景协调我们的立面 但是呢 怎么协调 我们待会会通过很多的图片 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哈 它要跟应景协调 所以不要说 嗯 学那个 就是植物跟方案哈 我始终都是这样子 给大家说的 做植物的设计师跟做方案的设计师 这没办法割裂的 你必须得懂 除非你不想做将军 如果你愿意一直做会图员 谁也不会拦你 但是呢 如果你不学这种设计的思路 你不掌握这种植物跟 就是软景跟硬景之间的一些关系 你没办法去把控 那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做将军 嗯就是个工具人 然后你的收入也上不去 你的职位也上不去 你的人生可能就会一直在处在一种 怎么说呢 被支配 我是非常不愿意被支配的 所以我私底下是很努力的哈 大家我希望把这种理念 传达给大家 做个努力的人 什么东西都得学 而且是必须学 因为你毕竟你进入了这个行业的话 这种 嗯基础的理论体系 还是要饱满一些 第一个与硬景相协调 然后你也要懂得 怎么去读硬景的图纸 方案图纸 DD1图纸 DD2还有施工图 都必须要懂 要看 而且一定要看 不能说拿到一大份的那个硬景的图纸 你就扔在那 拿着一张平面图去研究半天 读不出什么东西来哈 一定要去看 然后呢 它要跟我们的风格相匹配 你日式的 你不要给我做一个中 那个 就是中式或者说日式的庭院 你不能做一个欧式的风格的景观 的植物景观 相反也是一样的 你不能说我这个是欧式风格 但是我突然间 中间我就喜欢做日式的庭院 这不搭啊 不搭 非常的不搭 另外的话就是与我们的空间需求相匹配 我刚才那样立面图就是一直在强调这个哈 就是你的是你的空间需要你这么做 而不是说你自己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我觉得应该这么做这是要推敲出来的哈 当然如果它空间是没有限制的情况下你是可以天马行空的 我举个例子来说哈 如果说一个范围之内 它啥也没有 它就只有一条路 但是呢 应景的就是方案设计师的应景 它啥也没有表达 它就说这里有一条路 你自己立法设计师自己去发挥 那这个时候那我就可以天马行空了呀 因为你没有限制嘛对不对 你又没有跟我说这里是需要一些隔离 又没有跟我说这里一定要做行道术 那我就可以发挥呀对不对 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既可以把它做成是规则的 像有一些很多广场的不就是做规则的吗 对吧这是一种吗 另外我是不是也一样可以把它做成是自然的 自然的也有很多种方法呀 我可以把它做到这种 局部密 局部是背景 局部空对吧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表达 还有呢我啥也不做 我就做草坪 我就是用大量的这种种植的 草木 去给它做一些维和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特色 说不定我种一片樱花林也很有吸引力 就加个草坪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应景设计师 不去做这种空间的限定的话 我是可以天马行空的 但是如果已经有限定了 那我们就要去做传承啊 传承 就是说我们做绿化 要根据你应景已经通过的这种方案 去做深化 而不是自己天马行空 除非它没有限定哈 下面来看一看各种风格 不同的 它体现了我们 立面设计的 刚才那三个点的哪几个 例如说这一张 我们大家能够看到的是什么 棕榈科 大叶的 饱满的 这种树形的植物 还有什么 滴背 滴背长啥样啊 细的 大大 这个是不是就浓浓的热带风情啊 区域风格就非常的明显 所以与我们的区域风格相匹配 这很重要的哈 不要搞混了 另外 要与应景相协调 这里的应景 它做的什么呀 举个例子来说 这一块 这是仓谷做的一份图 这种图 它是一种过程的推敲图 这个是我特地选出来的哈 就是你不管是做方案还是做植物的时候 你是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些手稿哈 推敲推敲什么呢 就是看它搭不搭呀 它的尺度搭不搭 它的大脚搭不搭 它的风格搭不搭 哪怕你觉得 还没有自己的手绘表达 还没有达到别人的那种大时级的水平 或者说可以展示给客户的水平 没有关系 你自己画给自己看的 起码你自己推敲出来的话 它是合理的嘛 像这里它推敲的一个点是什么 它做一个日式的庭院 中间 平面上是这个位置 来往的人 他看到的中心点 是中间的这么一棵树 它用的是相思 其中呢 一定要选这种歪脖子的 它是不是就给了一个手绘图啊 而且是往哪一边歪 它都有规定哈 因为呢 你左边的是比较 它 要营造一个比较重一点 右边比较空 比较轻盈 是有一种空间的对比嘛 所以需要匹配 这种是需要匹配的 而且要推敲的 尤其是一种 现在我们流行做这种极简峰的时候 每一棵树都非常的重要 每一棵都非常重要 所以你要对它的形态 进行细化呀 不然的话 现场买出来的树 是一棵直的 你怎么弄 对吧 如果现场它买出来一个 这样子的 这种意境 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意境 就会大打折扣 效果就会非常不一样 所以你要给它一些限定 限定的越细越好 甚至有一些还会限定说 它歪了几度 有人会这么写啊 就是它直握往右侧歪 歪了几度 它会这么限定 而且这种描还要亲自的 要设计师亲自去描布选的 这种特悬术 然后呢 下面这张图 它是与这种紧实相结条 相结合的一个例子 这个图看起来像手绘的 它其实是电脑绘制的 大家有用过这个软件吗 如果是做方案的 非常建议大家用啊 但是好像现在只能用在 iPad上面吧 iPad上面 Procreate 很好 非常强大的一个功能 这都是手绘的哈 我看看能不能放大给大家看 嗯对我觉得应该是做方案的人 应该是必备的 非常好用 呃植物计师 手绘 其实也要加强了 我这个我自我检讨 我应该去那个好好学一下 但是我很喜欢画给自己看啊 大家感受一下这种细节 它不管是花叶颜色都有表达 而且非常的方便 对吧 取色啊什么的 呃我卡了是吧 我是说我们所用的这种工具 叫Procreate 这种在iPad上面的用的一个软件 它非常强大 就是它不管是各种颜色啊 质感啊 就很快速的表达 非常快速的表达 大家做方案的可以学起来 因为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可以完全的实现你五指画办公哈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它怎么与空间的需求相匹配 是另外一个要点哈 我会给很多这种过程图给大家看一下啦 包括以前我在外企工作的时候 那个总监先生 他也是这样子的 他会画很多草图 非常多的过程的草图 画好之后呢 也可能是会让下面的细画组的人 重新上立面图 或者重新出效果图 但是他会画很多中间的过程图 都要学 我觉得都要学 首会也要学 这个软件也要学 它是必备的 它那个场合 用的场合不一样吗 如果你只带了一个iPad出门 你怎么用纸来画图啊 又学几个英文呢 看一下 Plan 平面 Section 这里用Section其实不大贴切的哈 Section是什么呢 它是能够看得到下面的结构的 比如说墙 它里面有水泥 这种东西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然后呢 土 它这种叫Section 能够看到结构 如果是瓶子 把瓶子切中间的话 它会看到那些木啊 火灵土啊 对吧 这种支撑啊 都要看得到 但是如果是立面 立面叫什么 Elevation 用笔记起来哈 Elevation 所以如果是有一些 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那个 立面图 它其实叫Section Elevation 它就剖前面 剖立面嘛 它剖到一个位置 但是往后看 它可以看到一个 它前面的位置 的结构 也可以看到后面的立面效果 其实这种表达 应该更完整一些哈 然后这个立面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这里有一些商业 所以它不希望太多的植物 挡住后面的这个商业体 它希望视线是可以通透过去的 这个时候呢 甲方就有需求 就说我们种植植物要有特色 但是呢不能高 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一些 立面上的推敲 它可能是这种花茎类的 观赏草类的 给一些异象图 再给它一个立面的表达 立面 还有这种效果图 的快速的表达 就大概长这样子 就给甲方展示哈 这种 这种图也是很直观 我们利用 呃 我们的对植物的认知 快速的表达 它很快效果就出来了 Elevation 不是 你拼错了 Elevation Elevation 立面 可以去查一下字典 下面这个呢 就是用电脑 电脑制图的 它呢 与硬颈的协调 跟与空间的协调 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做的哈 首先 这里有个精神堡垒 这种logo墙 对吧 logo特地做的 它有很多这种尖角 我是不是说过 这种尖角一定要遮起来啊 如果不遮会怎么样 非常硬 非常硬怎么办呢 遮呀 对吧 这里呢 它既表达一个背景 衬托这个井墙的概念 它同时 也有意的 在前面 加了一个 特殊的 估值的 植物 就是背 背面是一些背景 而且背景呢 它是有高有低的 有些天际线的变化 这样看起来 它是比较舒适 协调 前面呢 有意识的用一株 估值的 这样子能表达这种极简的概念哈 现在特别流行 但是也得看它合不合适哈 我的概念 我的理念一直都是这样子 合适我们才会做它 不会说硬塞给它 这个地方做极简 所以这种硬角哈 一定要遮起来 然后呢 它又与它的空间要相匹配 空间要相匹配 该简的地方把它简化了 该密的做背景的地方 还是一定要做背景哈 如果锦墙后面没有东西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它是什么感觉 一个锦墙 锦墙是每个项目都会有的吧 这里有个logo 如果它后面啥也没有 不好看嘛 对吧 所以它可能会左右两边给一些这种 后面呢可能是一大片的 它至于是做规则的 还是说做自然状的高低错落的 这个跟你项目本身的定位是有关的哈 如果它是做的非常自然的 我就建议后面是做自然的 如果它本身是规则式的 那我建议后面也做规则式的 就是平的我不需要做那么多规格的变化 就是用一个规格就好了 就一个A就好了 好再接下来 与硬颈的协调 与空间的需求相匹配 硬角要折呀 要折 因为这种尖角是让人很不舒服的 这种不舒服的尖角 除了建筑以外 我们园林大区里面有很多的那种 井 设备 也会有出现的哈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把那个图找出来 看这个设备 在什么位置 它的高度是多少 位置 高度 然后呢 这些是要匹配的哈 植物的高度跟它是要匹配的 要遮住这种羊角 正常来说如果是小小的我就把它密封就好了 或者有一些我就直接给它封一圈 至于用什么方式也是一样 根据它周围的风格来定 不是一盖而论也不是一刀切的 这个也是procreate做的呀 它很简洁 它表达植物的方法 其实你看也就是做一些线条 直的地方它应该用直线条的位置 用修剪式律理 它就画了直线条 后面的话就用一种很自然的笔触 很快速的表达 然后呢 乔木也是快速的表达 这样子一个整体的空间就出来了 你看像左边这个位置 这个建筑的尖角 这个构筑物 这个小小的 镂空的景墙哈 它不就是用了一个植物用来做背景吗 然后前面跟这个集合状的场地 相交接位置 它就用了规则的律理 这样子看起来整个空间就很协调很舒服 很高效率 这个特别快 特别快 如果我们用的人很多 下次我可以邀请一个朋友来给大家上一个直播课哈 他是高手 锁定我们的频道哦 还没有加入我们的群的 赶紧加 不会让你失望哈 一如既往的给大家提供各种干货 然后近景相协调和区域匹配相风 这个区域的风格相比配 与空间的需求相比配 大家来看看这种效果多的表达 是不是都在体现这几种功能 看一看 空间它是舒服的对不对 植物的利用 它用了中庭 这种不是很遮挡视线的 棕榈和植物放在中间 既舒服 又不挡你的视线 又不挡你的风 周围的话 用浓浓的热带风情作为背景 偶尔还点缀一些这种热带风情的植物 但是不乱 就点到为止 因为你是人活动的空间嘛 如果你太多 就会显得很挤很躲 所以这里是点到为止哈 这是很古老的图纸哈 像这种 小谷图也是 它前景的地方 该空的地方把它空起来 它把视线引到对面去 该用大叶的 长叶的植物的时候 它勇敢的表达 就贴合了 很贴合了这个环境的需求啊 它是自然状的水体 所以用的也是自然状的植物 然后还有高低错落 ABC 是不是跟我们说的是一样的 所以这种设计师 它就是已经灵活的运用了这种 植物的语言 这个也是所有的方案的设计师 是需要掌握的 一定要掌握的 不然的话怎么做将军啊 你没办法指挥别人 下面我们要看一看这种素材的积累 因为今天我会给大家送哈 送一点我个人积累的PS的素材 加我们的那个群 提醒你们好几次 然后呢它有几种 第一种就是我们平时方案表达的一种图例 是需要积累的哈 因为你说不定你什么时候不管是做方案是做植物 其实都是有必要的 我自己要求我的植物设计师做DD1的时候 是一定要用立面表达的 就专门的植物的立面来表达 然后还有歇叠的表达 歇叠表达就是后期的施工图了吗 包括如果是外企的话 也会有很多这种DD1DD2的施叠的表达 是要把立面的图块是放上去的 还有快题的表达 我们会面对很多就是不同公司 不同的表达 这个怎么样快速表达这种植物的立面 这个也是要去练的哈 你不要到你上考场的时候 诶这个长啥样啊 那个长啥样啊不知道 扩出1扩出2 在外企公司像贝尔高林这些也会有 都这么分的哈 有一些像我们之前有结果项目就是 甲峰为了省钱 他直接就给你签一个DD1的合同 DD1是已经细化到你平面图上 表达每一个细节用的材料是什么 规格是什么都有了 他直接安排一个公司 一个本地的local local company 来做施工图就完了 就不需要花那么多钱 但是有图纸出的很到位 都有 每个公司的那个结合同的那个方式不一样 然后呢立面的表达 这个是需要方案 尤其是深化组啊 你们会做很多这种立面的图纸 这种素材也是一定要去积累的 他不同的竖型 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搭配 都要有积累 这样子的话你用起来的时候才会得行英手 还有一些相对应的棕榈科 刚才有人说 普葵跟棕榈长得很像 像吗 Have a look 右边这个还不算是很像的普葵哈 它其实杆会很干净 普葵的话只有在上面这一块 是有这种杆的余流的哈 下面都是干干净净的 还有一些环痕 然后呢还有这种右边的大王椰 有的素材我都会给大家发哈 然后还有这种北方用的真叶术 我给大家发这个吧 这个会有 这个也是我自己整理的每个对应的名字 这很方便把它每一个图都整理好 放在同一个文件夹 用起来非常的快 还有一些棕榈科 还有一些灌木 还有一些松柏类的 就每一个设计师都要有吧 然后我刚才说到的 它不同高度对应的植物 要把它积累起来 这样子的话你每次用素材的时候 你就不会拼命的在N个文件里面去找了呀 这太慢了 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效率哈 然后CED图块 报小班课的这些素材我都会送给大家 因为也是需要时间整理 特别多 还有快点表达 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 怎么说呢 因为每一个人的手法不一样嘛 这只是我在网上搜的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 不一定适合你 但你要去摸索 至少当你想到某一种植物形态的时候 你是可以马上想得到 是如何去表达它的那种质感的哈 跟形态哈尤其是形态 哪怕你画一个轮廓 你可以是这种 软型的 也可以是散型的 对吧 但是你要知道怎么表达 而且是快速表达 而且是适合你自己风格 而且它是协调的 找 马上去练哈 尤其是还没有找到工作同学 还没有毕业的同学 另外 植物与硬井 怎么搭配 它要搭配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刚才 是不是等于是都一一讲了呀 它既要考虑你的建筑 一些羊角啊 鹰角啊 亭子的一些角 还有狼架 左右两侧 你的视线打不打 小桥 树齿 它是空旷的 还是小小的清水的 有些树齿就喜欢用小小的呀 就是像我刚才开课之前吧 我们看的那个鸡蛋花 它因为种在水边 它树齿的下面是不需要通行的 它没有通行的需求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做这种小小的匍匐状的一个树齿啊 就我只是给人看 我下面的空间是不用的 它可能就会用这种 但是如果下面的是需要用到的 这里还会提供一些坐凳给人做 那它可能就会种很高了 所以要贴合 一定要是贴合这种空间的需求 满足人的使用需求啊 所以在什么位置选什么树 要有充分的理由 泳池周边像种水呀 也有那个同学在QQ上吧 私底下问我 就是树齿水边啊 种什么植物 大叶的 长绿的 好维护的 不然的话你这些叶子落到水里面 带来的那种对水体的清理啊 维护啊 因为它水如果是人工的水 它是有过滤系统的 过滤系统 如果没有过滤好这些杂质的话 都会堵 都会堵住 长绿的话 因为它要掉的叶子不多 所以你清理起来会比较快 大叶子的话 因为它叶子大 你随便一个网捞过去就可以捞出来了 但是如果你种个凤凰木在那里 那叶子一年到头往下掉 怎么办 骂你咯 工人就骂你咯 能怎么办 他也很绝望啊 然后这张图是一个模范 我们看一下它究竟模范在哪里 这一张里面其实处得特别好的 它是一个景观的中轴线区域 我给大家看大图 看它怎么样毫发 因为它每一个点考虑的东西都是对的 这个什么空间 不是 它不是这么说的 湖它分两种嘛 水 水分两种形式 一种是人工的 需要维护的 要经常去扫的 有过滤设备的 一种是 这种叫water feature 水井 湖叫什么 湖叫lake 或者更小一点的叫point 这种你需要每天去维护吗 不需要呀 你不需要每天去维护 你也不需要有什么过滤系统去过滤呀 那你就让它在那待着呗 一段时间一个月两个月或者一年 你给它清理一次不就完了吗 所以我说的是水井 主入口四入口啊 这种水井的周边 不是说人工湖的周边 不同情况不同分析 如果你是人工湖 爱宅宅宅宅哈 当然也是跟你后期的维护能力相关 因为肯定都要涉及维护啊 能少点维护就少点维护 这都是成本啊 这个空间是什么呢 看一下 我们首先看到它有水井 有大棕榈 入口啊 这不就是一个形象的展示吗 对 它是一个迎宾的空间 也是一个展示的空间 所以它这个视线非常的通透 而且它是故意让人看的 对吧 所以抬高的处理 水井都抬高的处理 所以这个空间是不是非常合适 很舒服对吧 过来 我们往里面看 这个是一个什么空间 我们看到了什么 竖尺 tree pit tree box 竖尺 人在下面活动 你需要遮它的视线吗 不需要 所以给它一个零下的覆盖空间就好了 我不需要堵 但是如果你给一个立面给它 就是这么矮矮的 啪啪的 人没有办法活动 那肯定就不对哈 零下空间 所以这个是非常通透的 视线非常通道 也是很合适 对吗 这个空间 这里有条路 人在路上行走的时候 左右两边是不是都能看 视线都能通透 警官亭 警官亭 警官亭是一个公共亭流的 不是远离公众的那种私密亭子 它就是一个公共的 你看这里还有人在活动呢 所以是不是也没有必要去挡它的视线啊 也是通透的 左右两边都是路 所以也是一样给它一个覆盖的空间 再过来到了什么地方 这个是什么地方 sreaming pool sreaming pool 你游泳的时候 你需要考虑什么 不要被人看见了呀 你被人看见了 其实是非常不舒服 不自由对不对 而且这里的声音也会影响到外面 就是内外的声音的穿透 这样子就会大大被我们的植物所减弱了 降噪的功能哈 但是私密性首先是要考虑的 一定是私密性 在左边的镜头 是不是也是用这种高度的植物 起到了一定违和的作用啊 所以它也是符合了这个空间的需求 这个植物 我之前有讲过 我们的公开课里面有讲过 大概多少米以内的视线要挡住 游泳池周边 有人还记得吗 人坐下来的时候 人坐在坐凳 坐凳一般是多高 四百四百五 再加上人坐的时候 所以它是多高 不是大概0.9到1米吗 所以1米到2米5的位置 是需要遮挡觅食 就不要让视线通过了 它是根据人的那个体型来分的哈 来这种定的哈 当然这个是没有形成规范的 这只是一种经验的累积 但你们要懂 你遇到这种违和的时候 就要把它违和起来 因为这个是抖力面图 所以你们看到后面的东西 可能有时候高度是不一样 但是它空间的理念 是表达这么一个意思 因为这个是抖力面 它还看得到抖面这个位置的后面的东西 不然的话我们不会看到那么多树啊 不会看到那么多那个对面的树啊 它是抖力面哈 2米以下都要折挡 当然你想局部留白 让人家看到里面的吸引力也是可以的 这不是决定全在你 但是大部分是要折挡起来哈 这种私密性还是要保证的 知识点get到了没有 everybody 好今天的课的内容就是这么多 还有问题的 在讨论区给我留言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哈 然后呢 因为昨天我们推出了我们的小班课的内容 然后一下子也是非常火爆 得到了各位的支持 非常非常的感谢 我们的报名呢 基本上我们的优惠 优惠的名额是接近买员 可能还有几个 所以如果有需求 有需求的话 赶紧的联系我们的助理老师咕噜噜 赶紧联系咕噜噜 因为只有几个优惠名额了 昨天的报名基本上都已经报的差不多了 因为我第一批 那个学员不会收那么多 确保大家可以得到一对一的辅导 然后呢 小班课的那个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的直播金奖 小班课的直播金奖是两个月 二十四节课 另外另外因为许多学员有对英语的学习的需求 老师额外给大家赠送一个星期就是三节课 每节课是两个小时 一共六个小时 英语的学习是送给大家免费的额外在小班课的金奖以外送给大家的 然后呢还有四个月一对一 因为有时候毕竟有一些有一部分学员是已经出来工作的嘛 他们工作比较忙的话没有办法及时完成我们的作业 我们把时间延长就是你有四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你的作业 如果你前期没有办法完成的话 后面你再补上来老师还是会给你辅导 但是如果四月以外你还没有完成也是你得看看自己时间安排的合不合理 这心态也没有摆正哈 另外还有一年的时间你可以录评反复的学 学不懂的回过头来可以继续看我们的知识点 通通给大家讲的都是干货哈 前五十名剩下几个名额不到十名了哈 可以直接获得三百元的优惠券找咕噜噜老师领 找咕噜噜老师领 另外已经正在学的小班学员报名额外再减三百元 这种优惠活动真的是实无前例的 算下来其实各位的投入真的是非常少哈 而且还可以分歧呢对吧 小班课的课程的大纲给大家看一下 看你们在这个小班课两个月的学习当中 你们能够学到什么东西哈 我个人呢就是就职的公司还是比较丰富的 设计院以后还有市政公司房地产外企 我都待过做了十几年了啊 我会尽我自己的能力尽量让你们在以后的职业生涯当中 少踩一些坑就多多做一种高效率的事情 事迹思维领略到这种事迹思维 你以后就不会做一个就是比较被动的角色 就一直在作为一种会图员的存在 就不要这样子你要发挥自己的主观的东西 毕竟我们读了那么多书对不对 读了高中大学我们要做的不是会图员 老师是全职的不是捐职 然后看一下我们能学什么东西呢 职务的概念而且包括就是你对相关的制图软件啊 排版啊操作老师都会教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必备的 像PS啊虽然我们不用说对PS有学到像方案深化 同那些学员那么深的程度 但是是要的是一定要的哈基本的操作 要和ID的排版方案的表达啊平面立面的表达 然后几个常见的我们未来的职业商业当中 会遇到的案例 例如说示范区大区市政公园商业广场别墅花园 通通都会给大家讲每一次讲的课都不一样 要点也不一样 另外根据我们中国地大物博的特色 我会分区给大家再详细的讲 华南华中华北东北西北各方面的植物的特色 让你们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地方使哈 就是你遇到不同的地域处理的方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我们要学会这种处理的方法 让你的方案更精的去推敲更合理 然后呢也会给大家讲我们怎么做植物方案 怎么做DD1DD2还有植物施工图 然后施工图的画图的技巧 还有它的一些例如说最普通的一些建层啊图块啊 各种表达都会讲哈 但是我不会把这种作为一种主体的来讲 因为施工图它其实是一种表达 它是对我们思路的一种表达 它是一种手段 你不要一节课两个小时下来 就是或者说你一个二十四节课都在学这种表达 那就不对 本末导致了哈 我们表达是我们实现我们设计的一个手段 这种学起来是最快的 包括你没有毕业或者说毕业初期的东西 其实你们也会知道 你们刚毕业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多机会直接去参与职务方案 或其他方案的一些制作的 可能就是打打杂或者做做施工图 就是会图员的角色 但是这个必不可少 所以软件的掌握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另外还会有这种 苗目表的编制呀 因为它跟你的 植物方案的落地是非常关键的 你要充分的表达你想要的设计是什么 什么样子的 所以要要这个的重视程度 可能很多人就没有去重视 就随随意义的给一个高度灌服就可以了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 到时候我会利用专门一节课 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苗目表是怎么做 另外针对未来职业当中 你们有可能去参与各种公司的面试 我们的简历以及面试的作品怎么准备 有什么要点 包括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会问你什么问题 然后你可能的一些回答是什么样子的 老师都会给你讲 因为我自己的面试通过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哈 小骄傲 但是确实是事实 还有我们绿化设计师快题 就是他给你一个CD 或者他给你一个底图 你要去做一份设计 你怎么样快速进行表达 不单单是图面的表达 也包括你怎么向你的面试官 陈述你自己的设计 其实都是都有 我都会讲好吗 非常全面 真的是非常全面 所以还想报名的学员呢 你们赶紧联系咕噜噜 因为现在的话 优惠券还只有几位的 就是后面的话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优惠 另外我给大家送什么东西呢 作为小班的学员 我给你们送送的资料 真的是非常全面 花了很多心思去整理哈 也是根据大家实际的需要吧 因为你们学习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有很多空缺的地方 例如说全系列的平面跟立面的图列 这最基本的哈 我们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东西 另外还有施工图的一些CD图块 还有植物的认 就你认植物的时候 你首先拿到一份东西 你要知道有这么一种植物 然后你反复的去搜图片 然后经过对比 花期各种那种详细的知识 再把它建立起来 但是呢我先给你一份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呢你不要从零开始 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始 不是我汇总的 但是是我收集的 非常有用 然后还有一些境内境外的公司 常用的苗目标的表达 他们怎么表达 有什么要点 还有一些相关的电子书籍哈 另外还有英语的学习资源 英语的学习资源呢 这个因为很多人就是 会处在一种既期待 然后又害怕的那种感觉 就是想学好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学 我可能据我的亲身经验 来给你一些建议 就是还有给你一些 就是非常有用的一些学习的资料 里面有一些纪律片 然后还有一些美剧 让你融入一个英文的环境去学习 然后还有语音语调 中英文解说 日常沟通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用的 这里面的东西都是老师花钱买的 在我学习的过程当中花钱买的 现在作为报了班的学员 我把这个作为免费的一种额外的送送 这里也是价值几百元的 所以希望你们能好好的学 如果你们就是未来能在更好更高级的 就是平台去去去去经营自己职业的话 老师会觉得非常的骄傲哈 所以如果有需求的赶紧点联系我们的咕噜噜名额不多哈 看看各位同学还有什么疑问 什么学历都可以学 是啊 就是你如果是中 但是起码我觉得你要有中专 而且中专的话你要是本专业的 如果不是的话你听起来可能会云里雾里 就是你得有一点点的基础 但是什么学历都可以学 我之前也有遇到过一些同事 他是中专的 他学的就是原理 不影响他吸收都是可以吸收的来的 有项目给你们练吗 有啊有项目练的 肯定是让你们在实际当中去提高 不会说只是让你们纸上练兵对吧 肯定是要练 练才能真正的提高自己的能力 华南植物配置和地形营造的书 书应该是没有吧 但是你要多看多总结 多看多总结 因为每次我的公开课都会分享很多案例给大家 现在的项目分享其实是很多的 各个平台都会有 看你要懂得怎么看怎么去吸收 苗目表这件的时候不知道相对胸进的树的高度和灌幅是多少 第一个你要根据自己的设计来确定说这个地方你要放多大灌幅的树 然后呢你根据自己的设计去找对应的品种 对应的品种它的形态其实是相对固定的 例如说广玉兰 那它的它的灌幅 因为它是顶端优势的树种 它的灌幅不会很大的 然后你就去搜 然后另外一个 当你去苗圃的时候 你要积极的继续收集这种资源 当然还有一个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 对吧我已经给了那么多素材给你 你得参考着用 然后呢去看看它制定的合不合理 然后再制定自己的 就一点点的积累 不是凭空出来的 怀疑研究生没有问题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边绿化的设计有什么要注意的 视线啊 停音啊 因为街边的绿地它不是一种私密的空间 它就是开放的空间 开放的空间 你得考虑在那里停留的人 或经过的人的一种感觉 但是我不建议做的就是 太花哨 植物设计要试进地形吗 非常重要啊 地形植物设计时是一定要会的 有时候 因为每个公司的规定不一样 有些公司呢 他会直接让方案把地形给做了 有时候呢 他会直接交给植物设计师来设计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懂得怎么去设计地形 它跟硬景是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你得分析 因为有一些同学哈 我之前看到过有一种地形 它是这么设计的 非常的不合理啊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样说到地形 当你们做地形的时候 如果说啊 这里有一条路 或者这边有一个平台 如果这一条路它其实是一个向上的坡 你会怎么做 有一些人就这么啊 就要这样子画 一点不合理 不是这样子的 地形系统就是不是你这样子想象中的地形系统 它是怎么样 它是跟你的硬景的标高 有一些人就直接把那个标高给关了 就自己做自己的 不是这样子的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你这里是两米 下面这里是一米 那你的地形怎么做 是这么做呀 你又跟你的路的那个推出来的这个坡度是一致的呀 所以不是理所当然的 你觉得堆个坡 当它堆到这里 两米的时候 例如说我堆到这 这个位置已经是两米了 那我就可以起地形了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继续再起 但它肯定是一致的呀 对吧 会讲地形 会讲地形的 必不可少的 一个必备的能力 因为快题的时候 它会给你 它会让你画 好 看看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啊 还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到我们的群上 就是到我们的QQ群 我们会 老师看到的话 也是会给大家 这个啊 记得加入我们的QQ群好吗 我看到大家的问题 也会给大家回复 下一节课是下个星期二到两点到三点 不就不散 各位有什么问题 我们到群上去讨论好吗